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这个厅我小时候觉得非常的大 在这里玩非常的开心 但是这20年之后过来发现这个厅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我决定把一个大房间改造成现在的客厅 说到这个我也是EC很多年的粉丝 然后我这次好不容易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供自己改造 当然要想要做到最好 满足自己心里的所有需求 看到你们动态里发的那个问卷马上报名 没想到我是那么的幸运 因为平时工作很忙 经常要加班到八九点 一周可能也就只有一天休息 所以父母就比较担心 我一个人生活能不能把自己照顾好 想要通过这次改造 把这里变得更加的温馨 住起来舒服一点方便一点 让父母知道一个人住也可以过得很好 让他们放心 这次改造的是客厅 主要分成两个区域 沙发区和树桌区 在靠窗的位置再安排一个小插台 他喜欢圆木色和白色 干净简约又不是温润 也希望空间中能有一些中式元素 又不想过于传统老气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混搭 将一些中式的元素提取出来 与复古相结合 希望中式的禅艺能让他回到家的时候 感受到最大程度的放松和暖意 这次灯光的设计 就是包将特别提到想要的五主灯设计 后面有灯具选配和设计的干货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开工 我在工地现场发现了有好多木匠木板的剩料 我就让木工师傅帮我切成段 带回来了我住的民宿这一边 给屋主做一个屏风 怎么去连接这一些木棒呢 可以用木工胶或者这一个墙益胶水 然后再加上钉上钉子 那这样子呢它就会比较牢固一些 家人朋友来过夜的时候 这个屏风就可以作为 沙发床区域的临时隔断 平时也可以作为书桌区的隔断 还有阳台茶台的装饰背景 废物利用也可以一物多用哦 这样一扇就做好了 最后再用荷叶将三扇连接在一起 希望屋主喜欢我们这一个入伙小礼物吧 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卧室 包将希望呢 爸妈偶尔也能来家里住住 我们选择了沙发床的形式 平时作为包将休闲的地方 有客人的时候呢 就可以拉出来作为床使用 这次改造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家具厂家 提供送装的服务 也就是说送货当天就免费安装的形式 送装家具的送货当天 如果家里因为没有装修完 或者没有开荒进节 导致安装不了 师傅是不会再次免费上门的 所以这里提醒大家 一定要提前确认哪些家具是送装 哪些是到货后 预约师傅安装 安排好时间才是最省钱的哦 屋主说呢 他之后会考虑加装新地板 那这样转一个地面的高度 就会提高1.5厘米 所以窗帘我特意定的是寒折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寒折呢 它是可以调节高度的非常方便 还有还有 类似这种复杂的上墙架子 尽量都让商家的属手师傅安装 不要随便找师傅 否则 要不就是架子是歪的 要不就是墙面要受罪 听我话 我是用新梗换来的这个教训 客厅的灯源上 我们使用了无主灯的设计 有灯和没灯的那个区别 是否你不去一点 哦好好看 那相比传统的吊灯设计 无主灯的第一个优点就是 节省高度 比如这次因为是老房子 层高2米6不算高 所以吊顶做的是平顶 高度10公分 灯源都是做的预埋 整个天花空间更加的整体和简约了 第二个优点 一个主灯会造成房间的灯光不均匀和暗区 灯光效果也很单调 无主灯营造出不同的场景需求的灯光 我们这次就是全套使用了 德利基的无主灯照明设备 包括最外圈靠墙10公分左右 是一圈预埋的线性灯 沙发和电视柜上方 各装了3米长的磁吸轨道 搭配了磁吸泛光灯 磁吸山格灯和磁吸折叠灯 中间是深防眩的射灯 泛光灯做基础照明 山格灯做重点照明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其实这边双纳还蛮多的 선미还可以放入前 可以看吗 可以 里面就只空吧 哈哈哈哈 这个好好看啊 然后她说我的东西都可以换位置 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再换 哇 这样子 它就可以变成床了 下面有两个抽屉 嗯嗯嗯 这个我知道 现在空间很够耶 这个呀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条颜色也好好看哦 很舒服啊 对 买茶色真的很好看 是的 这个它是透的 关掉你就看得出来了吗 它就很好看 哦 这后面有灯了 这样就很好看 对 这些开关分别控制是哪些灯 中间那个是射灯 它是防眩光的 我们以前那些射灯 你看着它的时候 你会被它亮瞎眼 那现在的话是挺舒服 看着它不会太多的眩光出来 外面那一圈是灯带 就有一个很柔光的感觉 当需要柔和的光线 比如阅读呀 看电视的时候 就可以只开这一圈灯光 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灯带 我也很喜欢 三个灯和折叠三个灯 有点像这灯的感觉 这个轨道灯就很好 不像以前那个射灯 一大个头就很大一颗 就很好看很简约 还有最好的地方就是 这个轨道上面的所有的灯 都可以任意换位置和移动 哇 就好像这个折叠灯呢 它是一个聚光的嘛 特别是我们有刮画的地方啊 有书就好像那一边 上面有一些装饰品啊 它就设下来 如果要换位置 刮画换位置 你就把这个灯挪到它位置就行 就是晚上躺在这里 就是啊 还有朋友 抓据 这样 这样是不是很舒服啊 对 我家里还这样吗 哈哈哈 可以装修吗 这是周围的一圈 哦 这就是那个 哦 这是 两条 对 一人一个 开关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你看电视的时候 灯就可以开在这边 然后电视这边你关掉 很实用 很实用对不对 对 所以小贴士告诉大家 就是说 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好 然后让事物提前埋线 否则根本就做不到这样分开控制 前面我说我们提取了中式元素 而这个提取呢 主要表现在空间的小物品上 比如 画画呀 抱枕呀 灯具等等 这些都带有中国风元素的造型图案 来点缀空间 像抱枕上的仙鹤 祥云 红梅和梅兰竹曲 还有扇形的挂画 既有中国传统元素 又不至于太过古板沉闷 营造出非常灵动的中式简约风格 整体空间给人带来轻松 惬意的生活氛围 还有你看一下这个开关是不是很好看 漂亮 这个是刚化玻璃来的 但是 就是它是磨砂的 所以这种路光就很高级 然后它是一个小角度的开合 所以很好看 手感也很好 因为我们家具用的是裸色系的大地色 空间中也有不少木质家具 如果用的是白色的开关插座 就会拉低空间的质感 看到德利西新出的玉彩系列 真的是太心动了 每个颜色都很好看 我选的是沙桃宗这个颜色 像家里如果是什么新中式风格 叉季风 日式风格 都特别适合这个系列 不太好看 还买你吗 这个客厅很买 希望你可以快地在这里多绝生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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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在这里大概住到上初中 然后现在我已经上班好几年了 就可以用一个人搬回来住 也算是圆了我一个梦想 因为我很想要一个人生活看看 这次改造就到这里 还想再看什么改造主题 就留言给我吧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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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